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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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師悲大家好 又進入網路大學堂的馬祖盛代知識的分享 今天顧問想分享 有一位同學來問到 菩提心 我們馬祖信徒去念行這個行 花菩提心 行菩薩道 來學習馬祖住宿的精神 弘化立身 超緩入身 而滿人身 那希望顧問解說 這個馬祖信徒的立行 要做的事情 做這個事情 可以完成我們的大宴 恩賢馬祖上求聖道 下渡眾生 恩滿人身 今天顧問想來解說 花菩提心 對菩提呢 這是佛教 宗教 這樣的一個用詞 我們說佛陀在菩提室下成火 所以菩提呢 我們去解釋為 覺悟 那覺啦 悟啦 就是了解了 明白了 那就是佛啊 所以佛是 覺悟的眾生 眾生是為覺悟的佛 那這個佛呢 菩提呢 就是覺悟 那就是一個佛 所以花菩提心 所以花成火的心 花覺悟的心 花我一定要明白 不要無明 所以人生是無明 世間是無明的一個世界 大家都是因為無明 產生疑惑 造了業 受了苦 所以我們要明白 要了悟 不無明 就這個菩提的意思 就是佛 就是覺悟 就是明白的 我清楚的 我不無明的 所以我花菩提心 就花成火的心 那心是什麼呢 心就是所謂的注意力 你現在有沒有用心在聽顧問講課分享呢 你有用心 就是你把你的現在的注意力在這裡 而不是在看電視 或是現在旁邊有人在講話 你把注意力轉移了 就是沒有用心在聽我的分享 所以心等於注意力 注意等於心 心就是一種自視 你注意了 你重視了 就是你的價值觀 所以花菩提心 就是你的價值觀 就把成火變成人生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花這個心 把這個要成火明白 要了悟真理的這個心 當成最重要的 心就是你的注意力 所以花心 就是下定結心 把你的注意力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這裡 所以花菩提心 就代表我們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注意力 要擺在這個地方 要尋求成火的大路 這是所謂的花菩提心 這是所謂的花菩提心 所以一生決定要走向成火之路 所以我們天上聖母經 朝天公版 就是以馬祖同登結入 我們發心 要跟馬祖同登結入 結就是菩提 就是明白 不要再無名了 不要再無名了 那怎麼樣呢 才真正的做到發心 成火的心 好像比較籠統 能不能更具體 那我們就要具體一點 兩個觀點要來知道 第二個觀點 你要去認知了解實法界 所以人的法界性 人的一個性 本性 他的本性 他的天性 那個心性 就是你 你的真我 你的真我 你真正的我 佛教叫真魯 那有十的法界 界是一個七格 一個界線 這個七格 我們分個十道 十個界 十法界 最下面是第一 然後惡鬼 畜生 我們叫三惡道 這是不好的 三惡道 也叫惡三道 然後接下來是阿修羅道 人道 人道 天道 天道 天道有時候我們也稱神 神道 那這個六道呢 就是六道輪迴在講的 那上面這個三個道 叫賢道 聖賢的賢 三賢道 我們有時候這樣稱呼它 也就是三善道 善良的善 所以三善道 二善道 合起來叫六道 我們都叫六道輪迴 所以我們要去修 那出禮六道 脫禮六道 上去叫四聖道 聖賢的聖 四聖道 那就是所謂的圓解 羅漢 菩薩 最高的就是佛 所以我們要成佛 就是最高的境界 史法界最高的成佛 佛圓滿智慧 剝落的智慧 究竟慧 究竟慧 對於我們的了解 要走向成佛之路 就是要讓我們的實法界 我們的真我 我們的本心 我們的真武 我們的法界性能 要到最高 最高 那在厚敬詩 意識能量層次 最高的一個層次 就是成佛開悟 一樣就是這種道理 那另外一個認知 我們要有的觀點 就是要怎麼樣去做呢 你覺得成佛要達到這樣呢 我們還可以有三個要注意的 叫三個心 叫三要道 這是西藏密宗的講法 所以成佛的三要道 三個重要的一個路 所以剛剛這個花菩提心 我們還有三個心 然後蟹要分裂 還有三個要注意的 你變成你最重要要注意的 那這個叫要道 有三個心 第一個要處理心 處理心就是剛剛講的 俗法界 我們要處理六道的輪迴 我們一定要離開這個環繞 複雜的人生 不斷輪迴的人生 所以我們要修十善業 來脫離 到所謂的天道 天道 然後我們要去了解 要去修法 四聖體 在佛教講到四聖體 達到圓節 到圓節 就是要花出理心 因為這是一個環繞 複雜 苦海 無明的人生 要脫離無明的人生 無明 就要脫離六道 因為這個六道 都因為我們無明 產生厚業 厚因為明厚了 造了厄業了 而厄業受了苦爆 那季系輪迴 厚業苦 就是無明 所以我們一定要處理 那要處理呢 不是自己處理就好了 我們要花大悲心 所以第二個要道 要注意的就是大悲心 心等於注意力 大悲就是 不是只有我處理 我們要度所有人處理 就是要行菩薩道 所以我們馬子的例行 就是花菩提心行菩薩道 因為菩薩道就是要去救度別人 因為救度別人了以後呢 你才能有那個智慧 有那個能力 才有所謂的剝露心 剝露是所謂的智慧 所以要度所有人 你必須有智慧 你必須學習 那誰中奏 奏中奏 自然你就會有究竟智慧 究竟的智慧 就究竟的剝露 剝露就是要了解 所謂的空觀 假觀 中觀 我們馬子的聖道的 學習的一個架構 就是說我們要先成長 在現在世裡面 追求現在的 從異界到有色界 入世精華 你真的要入世 要去成長 從一個欲望 靠欲望 行為 即止 遠行 知道要有目標 要有善惡 要有示輝 的有色界 然後到了開悟 就所謂的空觀 你要有空 那開悟 那開悟了 有色界到無色界了 一切都是空無 空無 就是人生無常 也要無我 就破米成悟 那這個叫出世之精華 那出世之精華 我們開始要行菩薩道 入菩提面 要超還入聖 要成聖 要超三界 就是出世精華 所以我們要了解 在馬祖正教的架構 削除架構當中 要正德成長 開悟 然後要成聖 那所以有出禮心 我們要脫離六道 脫離人生這個無名 就是環繞 複雜 污染的一個世間 然後要花大悲心 來救度別人 來行菩薩道 不為自己求安樂 淡念眾生得幸福 然後才會有剝弱的心 真正的開悟 了解所謂的空觀 假觀 中觀 入世精華 出世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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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剝弱的智慧 所以我們來修六度剝弱蜜 四色華 來弘化立身 來學習馬子注釋的精神 來超緩入世 圓滿我們的人生 這是發菩提心 我們這集要是在發菩提心 然後再來就是要立行 人家把他做出來 人家把他做出來 行菩薩道 所以馬子的信徒 馬子的孩子 我們的信 燕 行 非常的親自 信 就是信仰 馬子的三寶 活化身 燕 就是圓解馬子 上求勝道 下渡眾生 圓滿人生 我們的行 第一 就是要化心 化菩提心 當然 這個行 來自於信 要先修三規一 信仰馬子的三寶 活就是天上聖母馬子 活就是天上聖母經 有關於一些活經經典 大聖的經典 道家的一個經典 益清這類的經典 化 身就是洪華的團體 和前輩老師 然後我們的願 然後就行 當然我們行 就從活心開始 那活心要有化三個心 就行三個要道 就是處理 有學史要知道我們要處理 我們要脫離六道 這是我們的追求 要做的事 第二個要大悲 大慈大悲 要幫人家離苦 不是我們自己處理 我們要弘化立身 來行菩薩道 救度所有人 分享給大家 大家一起 跟馬祖同登結錄 偷離六道 叫大悲心 因為這個世界太苦了 要像馬祖一樣儲航普渡 救世紀明 然後救世紀明 你要有那個剝落 所以我們在花慈悲心當中 去救助別人 我們學到很多的經驗 我們會去寫 在寫中作 作中寫 那我們就有那個剝落智慧 了解世界 這是空的 透過一個甲 所以空甲同時存在 這就是中間 就是入世間 我們追求現實的 然後出世間 我們追求後世的 然後出世間 我們就真正的究竟樂 究竟的剝落智慧 所以今天 故人把花菩提心 馬祖的大型 心任性這個力行 首先要劃心 這個花菩提心 做一個詳細介紹 什麼是菩提 什麼是心 什麼是發力士 就是我們開始 花就是出花 開始 我們要走上 馬祖這條路 跟馬祖一樣 同登絕路 成活的路 恩解馬祖 上求盛大 下渡眾生 恩滿我們人生 我們要發心 發這個焰 就是發這個心 信焰行 以上跟各位分享 感謝大家 馬祖 出貝